至于国民党方面 总统候选人朱立伦 固守军公教传统蓝营票仓 昨天是跟教师进行闭门座谈 而针对对手蔡英文 批评国民党用炒地皮来抹黑他 要支持者用选票加北凤凰 朱立伦是反批 民进党是带头打负面选战 来到全国教师公会总联合会 跟教师闭门座谈 国民党总统参选朱立伦要巩固 军公教传统蓝营票仓 固装意味浓厚 针对对手蔡英文 抛红国民党用炒地皮来抹黑 呼吁打一场有格调的选战 并要支持者用选票加倍奉还 朱立伦强力回击 从10月17号 对我们打了一个半月的负面选战 我常常讲说一只手指头指的对方的时候 不要忘了四只手指头是指的自己 蔡主席不要用这个所谓加倍奉还 民进党每天想到的是如何加倍奉还 如何选战赢更多的选票 如何的抹黑造谣负面选举 朱立伦反批民进党一开始就打负面选战 蔡英文也该说清楚 而针对总统辩论蓝绿不同调 国民党大动作在报纸上开登广告 强调总统大选都是两场辩论 而且都是由四报仪式和公事主办 被蔡英文批评国民党钱太多 蔡主席看到了 终于知道说每一届都是举办两场 而且都是由公事跟各报社来举办 谢谢蔡主席你终于看到了 朱蔡两人隔空交火 随着选战进入倒数阶段 火药味越来越浓 而外传台商回台投票意愿低 朱立伦希望不管是台商 还是全台沉默的力量 都能站出来投票 卖力催票 记者 李希 陈柏玉 台北报导